大家好,我是Limo 欢迎收看诉说量子 牛顿的经典物理可以说解释了现实中99%的现象 但总有一小部分情况 我们无论如何用现有的理论都解释不通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就是对经典物理的补充 一个是在宏观尺度上的补充 一个则是在微观尺度上的补充 按照常理来说 宏观世界应该是由微观的量子世界组成的 微观的量子世界又是包含于互观世界 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但是见识情况却是 相对论无法解释量子世界 微观的量子现象又无法对应到互观世界 两种理论根本无法调和 相对论认为空间和时间都应该是连续的 一切事物都是可以确定的 但量子力学则认为 在微观世界一切都是离散的 有最小力度的 所有的东西都是概率 事实上量子一次的含义 就是一个离散的量 如果仅仅是力度上的差别 那还不足以展现量子理论神奇之处 量子世界有很多在宏观世界 无法解释的现象 例如量子纠缠 量子隧道效应 等等 回头我们一个一个来聊 由于量子理论太过反常识 爱因斯坦一直对量子力学表示质疑 他与布尔的世纪论战到今天还在被人们津津乐道 面对爱因斯坦的名句上帝不投骰子 布尔也毫不示弱 别去指挥上帝该做什么 爱因斯坦晚年也一直致力于研究一种大统一理论 来统一宏观与微观世界 但是可惜他没有成功 不过不只是爱因斯坦 这个大统一理论可以说是多少代物理学家的梦想 贤理论就是奔着这个方向去的 现在所说的弦论其实是个笼统的称呼 包括从最初的玻色子弦理论 到后来的超弦理论 再到目前最有希望成为宇宙终极理论的M理论 它们都是弦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 在M理论中宇宙是十一维的 除了三维的空间和一维的时间外 其他的维度都是蜷缩在量子级别的 所以人们无法感知 好了用个例子最后总结一下吧 有一个人来学表演 经典力学说你要注意形体 相对论说你要注意说话方式 量子力学说你要融入自己的感情 闲论说这本书你好好看一下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我们正式开始进入诡异的量子世界 下期见咯拜拜